烤肉汁 我是姐夫 大家好 今天來做焼肉丼 我們馬上開始 首先我們先把醬料做起來 味醂 醬油 加點芝麻油 加點湯 這是營用水 攪拌 我們先放到旁邊 我現在要切豬肉 先放到冰箱 讓它冷凍一下 讓它硬一點 會比較好切 這是梅花肉 我把它切薄片 我先留一碗醬汁 待會可以做淋醬 豬肉我們切好了 待會我們來醃起來 先抓一抓 攪拌一下 讓可以幫助它的醬汁 快速的進到肉裡面 像現在 我們幾乎看不到醬汁 好 我們大概擺個3分鐘就可以了 現在來開火 把鍋子預熱 鍋子已經熱囉 冒煙了 我們現在把肉片 放上去 加一點點油 不要太多 一點點就好了喔 來 拌麵 哇 好漂亮 它有漂亮的痕跡 跟大家分享一個小訣竅 用這種鑄鐵鍋 把肉煎的啊 像這樣子 痕跡很漂亮 其實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鍋子要熱 第二個 油少一點 如果能夠把握這幾個重點 肉就可以煎得很漂亮 關於黏鍋的問題 如果說我們可以把鍋子燒熱一點 稍微減輕一下黏鍋的問題 終究它是有醃過醬汁的肉類 黏鍋是難免的 我們準備好了熱騰騰的白飯 我們準備好了熱騰騰的白飯 現在把它組合起來 淋上醬汁 炒上芝麻 這大人的口味 你加點辣椒粉 最後 桃花 小朋友的口味 我們就不加辣椒粉了 燒肉飯 搞定囉 大人小孩都有份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加入解副食堂 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留言給我們 解副食堂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